见的就是华冠投顾的范振宏分析师 老师武安 乔哥好 大家好 老师美股还是相对偏弱 不过美股其实联准会在1月25号 26号利率决策会议之后 有没有可能在这里立空出境 开始美股出现比较像样的反弹 让台北股市也有机会在这里反弹呢 因为今天我们见到了 现在有一个将近200点的下影线 量的部分找盘一度是有机会上看4000亿 不过在整个下影线出现之后量开始缩 现在说到可能只剩2900亿左右 您觉得这算是一个初步止跌的讯号出现吗 好 那这边只能先看指纹 我觉得说因为短线急跌之后 你要直接的V转 我觉得机会还是不大 因为这毕竟不是疫情造成的下跌 那联准会的部分其实上礼拜我有提过 就是在最近美股是持续的在对这个估值跟升息 相关的去做调整跟修正 那我是认为说在联准会后呢 见上有机会呢 短线出现利空出境 不过呢这个还是要观察一下 就是说这个会议这个 因为毕竟一月份 因为现在是一月嘛 一月是不太可能调整利率 但是现在市场目前的预估是说 三月开始升息 那今年升四次 那三月可能一次升两码 那收减购在的部分 时间点可能落在七月 那如果说真的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话 我是觉得有机会先去做一个指纹 先听清楚是指纹 那最近来说 因为毕竟美股下跌的这个角度也很大 所以短线势必要经过一个打底 那我是认为年后行情大家 如果符合这个看法的话 这个年后行情就不用看得太差 反而是有机会 地空反应完之后呢 先进行一个短底 然后等到接近 二月中过后 接近三月底 这个下一次联准会的升息 正式升息的时间点后 这个之后呢 就是市场反而有机会再去做出下一波的攻击 因为毕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大致上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这一次是也希望是有可以这样 因为毕竟最近跌的也是蛮多的 那当然说之前在联系的时候 就有着跟大家提醒说 其实这个不管是贵晚的形态 还是加权短线上基本上都有疑虑 这个有提醒大家去避开风险 那另外就是但如果说 就是下次不要担心说 因为整个通膨的压力相关的话 是担心说让整个联准会 万一比预期更阴派的话 比如说可能 可能今年要升息个五到六次 或者是市场预估是说 今年可能会 三月可能一次要升息三马四马之类的 如果真的有这么阴派的这个状况发生的话 那当然说市场可能就进一步的下调估值 那当然对短期的市场 收资金速度加速的话 那在市场的影响就会更大 所以你说这边要不要报五过年 我是认为说还是要报啦 只是说报多报少的问题 因为我当然是不太可能建议大家说 欧印就去报报个过年 因为毕竟除了联准会相关的风险以外 市场有没有可能在过年期间 又蹦出其他的利空 导致说过年这个期间 美股是持续的做出一个比较大的 向下的一个反应 所以其实大家报五过年的比例 还是建议再三成一下 那回到台湾来看 虽然说今天受了一个下影线 说今天算止跌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关注后续 因为一根的K线不代表说整个趋势扭转 所以短线能不能顺利走出一个短线的止跌架构 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说指数的话 今天其实目前拉台 其实也是主要是拉台全止股为主 那其实以涨跌加速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的跌加速上市还是有800加 那那个上涨只有200加 就上涨200加下跌是800加 那贵买的部分是上涨200加下跌600多加 那所以来说今天算说是整体来说是小跌 但其实盘面的状况 还是不是很稳定 因为以贵买来讲 其实主要撑盘的比较偏向矽晶源相关的 那矽晶源相关的利多跟这个看法 其实上礼拜也有跟大家提醒过 就是说在环球晶这个病失创案的部分 有过跟没有过的差别差哪里 就是因为前两天 今天反应可能主要反应前两天 只有中国这边的垄断案 垄断的这个部分先通过了嘛 就是OK可以做这样子 但是德国那边有没有过 反而是现在市场关注的那个重点 那如果说有过的话 当然说矽晶源这个整个族群 配合着今年整个矽晶源缺 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呢 基本上是有利他们持续做进攻的 那如果说真的没过的话呢 那因为短线也其实以环球晶来讲 其实也修正了一段了 那其他的矽晶源合金啊 财生科其实这边也是算是 像合金也破季线了嘛 也是也是反应过一段的这个利空 那真正如果真的没过的话 我觉得再次短线反应管利空之后 其实有机会在 就是等于说不确定 不确定因素消除了 那反而矽晶源在这一块有机会 回复到说开始去反应 今年的这个攻击警翘的这个题材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去做注意 那但是说以整理来说啦 这个整理盘面来说 蛮多强势股也陆续其实有破线 但是也还是有不少个股是守在这个 那个季线之上的 那我觉得选股的方向还是朝这边 这方面去做一个观察会比较好一点 好 不过除了矽晶源之外呢 刚刚老师有说还是可以报复过年啦 但比例不要高三成左右 在刚刚呢见到了指数部分在这里呢 是游黑的翻红咯 刚刚呢一度小涨一点 今天相对来说呢 比较强的像鸿海的部分 要请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鸿海呢在昨天的这个董事长就表示了 今年第一季的荣景前所未见 大摩今天也出具报告目标价168元 认为鸿海布局全球电动的市场呢 会优于大盘 今天的电动车 今天的车用包括了反甲今天也强 包括了茂连KY 今天甚至呢 还有一个创波段高的走势 所以真的着眼于 这一个年后的一个前景 您觉得这电动车族群怎么看 还有鸿海的部分 真的有机会上看168元吗 还是说这外资的目标价 参考就好 一般外资目标价都是参考就好了 但是那个车用部分 我觉得也是今年的亮点之一啦 因为但是这个亮点 跟去年不太一样 因为去年可能偏重在 这个车用半导体相关 像这个二级体啊 或者是像导线价值一类的 那但是因为去年 积极整个拉高 虽然说今年还是成长 但是车数真的上面空间 可能相对有限 那大家可能可以转向 就是像茂连KY啊 反甲这类的 其实去年整年是 比较没有表现的车用族群 或是车用零组件 像狐连啊 这一块的 因为毕竟他们去年整年 没有动 一方面是受到原物料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就是受到 缺柜跟缺料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今年市场普通都预期说 这些缺料的状况 卡贵的状况 还有原物料的压力 进行慢慢会缓解 那其实都会有利 这些车用族群 在毛利率上面的 就是回升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觉得说今年反而是 这一类的 去年没有动到的车用族群 今年可以好好 持续做一个观察 好 谢谢老师一个连线分析了 老婆